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因為有關我的個人部分 在日本的調查工作已經完成 和我有關的案件在日本已經完結 經過日本警方調查之後 警方決定不會對我提出任何起訴 是日本的檢察官決定我是無條件釋放 不會留任何的案底 並非遞界出境 我是自由離開日本 對於今次日本警方和檢察官的決定 我尊重他們在整個審理過程裏面都是秉公辦理 而自己亦都想藉著今天的記者會 想多謝我在日本的辯方律師 他很盡心盡力地幫我 在接受調查期間 我徹底反省自己 看到自己有多做錯的地方 我覺得很慚愧 很後悔 非常對不起我的家人 我的朋友 同業的前輩 香港的藝人 我的歌迷 香港的大眾傳媒 她們是不斷著 我是不斷著 借bug 我會 我對這種事 都被拚撞了 我現在的 tää紀念 我真的在這次 都被拚了 我真的被拚了 我真的被拚了 你肯定 我被拚了 我數不問 你才被拚了 經過這一個月的扣留 我明白到個人品行的重要性 自由的可貴 我知道年青人會模仿和崇拜偶像 希望我今次這件事 可以教育到年青人 令他們注意個人品行的重要性 做一個奉公守法的人 更加重要的是 希望他們可以珍惜健康 珍惜生命 遠離獨品 而我作為一個歌手 作為一個成年人 我選擇為這件事去承擔 去面對 我決定會重新做好我自己 做一個品行良好 手法的歌手 由於自己需要時間去深切反省 和重整我自己 所以我決定自己會離開最深淡的演藝事業 一段補長的時間 我將會全心全意 去履行對自己 和社會的責任 逐步 再改善我自己 我會用時間 去證明我的決心 用實質的行動 去彌補自己的過錯 很感謝我的家人 我的父母 我的朋友 我的唱片公司 所有的同事 我的歌迷 這件事 令大家這麼傷心 這麼失望 但大家仍然都這麼 愛護我 支持我 很對不起 至於為師 我相信 我和大家一樣 都很擔心他 很掛念他 希望他可以早日回港 和家人團聚 在這裏要多謝 今天各位出席這個記者會 給我一個機會 去表達我的悔意 希望大家可以接受我的道歉 對不起 Ry A 是 這是 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